各位听众观众网友们好 今天是2020年6月20号星期六 根据中共官方的消息 20号的下午 第13届全国人大第19次会议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案 草案进行了说明 是由全国人大法公委负责人做的说明 说明中提到中央政府打算在香港设立两个机构 一个就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简称维安委 那么这个维安委除了组成人员 是由行政长官加上9位行政官员构成以外 还另外设秘书处以及这个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的顾问 那么这10个人是什么人呢 当然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就是香港行政区的这样一个特首 行政长官 然后下面包括政务司司长 财务司司长 律政司司长 保安局局长 警卫处处长 还有这个警卫处下面设的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的负责人 另外还有这个海关官长 还有这个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主任等等 一共是9个人加上行政长官构成10个人 此外还有这个秘书处 另外还有这个负责安全事务的顾问 这个顾问呢应该是来自中央 有中央或者是 就是其他的成员呢 一般都是由这个刚才讲的 就是以现任的这些行政官员来担任 他们的主要职责呢 就是负责香港的国家安全事务 承担有关国家 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责任 另外呢 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指导 所以从这个语言 大家可以听出 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这些官员们 越来越像是傀儡了 就是在很多方面要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指挥 那么这个呢 就是越来越非常清楚了 应该说 另外一个机构呢 叫做中央政府驻香港的这样一个安全事务 负责安全方面的这个国家安全公署 国安署 就是国家安全公署 那么公署呢 这些成员也都是 他要负责的职责 跟上面的那个维安委 稍微有些不同 而不同呢 他主要是负责什么 他负责有关 就进行研判 国家安全形势的研判 收集各方面有关国安方面的信息情报 然后呢 对有关国安方面的案件犯罪进行处理 你看他有这个上方保健 好像他绕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体系 他可以单独的就国家安全方面进行立案 并且这里边就是很复杂了 基本上就是有这样一个上方保健 抓什么人可以不让传统的香港司法体系过问了 所以呢 这个里边是非常 就是说这两个机构的设立 基本上香港人的那个司法独立啊 法治啊 自由啊 这些基本上都不再能够保障了 那么香港过去所享有的言论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 结社自由 以及香港这个在很多方面 香港人的这样的一个独立自主性 被大大的削弱 甚至被剥夺 所以这个现在看到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文章 无论是中央如何的解读 或者如何解释 但是我相信香港人心里边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香港人现在已经是要做最后的决断了 该留的就留下来 该走的就要走了 什么叫该留和该走呢 有些人他有条件 他无法容忍中共这样的对香港人的几十年来 上百年来的生活的传统模式进行颠覆 他们无法容忍没有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 结社自由 以及没有法治的香港 所以有些人下了决心要移民 无论是到英国 因为英国现在已经公开的宣布 要接受一些拥有英国海外护照的香港人 此外对于技术移民或其他方面的移民 我相信英国也会做相当的安排和考虑 台湾也已经有过相关的表示 还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还有美国 加拿大 欧洲那些很多的国家 我相信呢 这个有条件的香港人 他们会选择离开香港 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舍不得离开香港 而且有很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容易在短期内这个斩断 所以呢 他们还得滞留香港 滞留一段时期 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死心塌地的 就没有打算离开 反正就是说再不满 就是再有什么怀疑啊 担忧啊 他也没办法离开香港 那就只好接受这样的一个现状 但是接受现状之后 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这个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或者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来对待未来的香港 这就是大家现在议论比较多的 所以现在呢 中央政府似乎也不太在乎别人说什么了 也不在乎西方国家 这个对中国的这种做法 有什么样的批评 他已经是我行我素 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所以呢 就撕破脸 干脆就这么干了 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个新闻 是这个澳门行政长官 这个贺亦成 贺亦成会见了这个香港保安局的局长 那么跟保安局的局长交流什么呢 就交流澳门已经实施了这个机构 就是中央政府助澳门的国家安全公署 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从2018年就设立了 所以呢 这个交流一下以后呢 就是帮助香港能够尽快的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格局 新的变化 那么我看中共的很多官方媒体都在为这些决定做一些图解式的 或者讲做一些赞美式的这样一些解读吧 就是这样的有利于维护香港和澳门的安全和稳定 维护国家的安全等等 但是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是一个比较模糊抽象的概念 怎么样就算涉及到威胁到国家安全了 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义 所以有些人 无论你是新闻界的记者 报纸的编辑 还是主编 还是网络的一些写手 都有可能在你的评论 有关时政啊 有关这个一些相关政策的评论上得罪中共 然后他们可以把你列为黑名单 那么一步一步的打压 如果你要是特别的激烈 说不定他在某个试点上就把你当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这样涉嫌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他有很多的说法 很多的罪名 一大堆的帽子在等着你 所以在香港 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学者和暴人 都比较困难 那么现在用国家安全法这一套的机构 还有他的一套罪名 罗织各种各样的罪名 可以把很多对中共有批评有防范的人 都打尽到这样一些罪名 就是给你带上这些罪名 然后让你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呢香港已经在沦陷 一步一步的 香港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 东方明珠 这个自由贸易港 这个购物天堂 这些东方没有办法真正的保留下去了 还有国际金融中心 那我们知道中共现在已经不在乎香港能不能保持这些地位 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用几个城市 想试图代替香港 比如说用上海深圳和天津 甚至呢加上匈安新区 要来这个替代香港的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自由港的地位 但是呢明明知道打造不了出一个人造的香港 但是他们还要这么做 一意孤行 另一方面呢 他们给香港人 就是说过去还是有一个 至少从表面上来讲 还是有一个选择的空间 或者是有一点这个顾忌 而现在呢是撕破脸 基本上是中国大陆可以做的事情 在香港几乎都能做 他有些不能直接做的 他是间接做 但是呢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做这些事 所以呢这个香港真的是已经彻底的沦陷 这个所谓50年不变100年不变 仅仅20年香港已经面目全非 变得太厉害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我想无论是海峡两岸 还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华人 以及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 尤其是关心香港的这个贸易港 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 这样一些西方人士 他们都感到非常的痛心 那美国呢也宣布 就是如果中共这么做的话 那就自然的取消了香港的 在贸易方面的最会待遇 所以呢香港以后的那个独特的地位也不复存在 所以这些对于我们这个华人世界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 但是呢这似乎又在我们的预料和期待之中 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盼望着香港变成这样的中共掌控的地方 但是现在呢似乎也没办法逃避这样一个命运 你要香港独立 现在实行能够实现吗 恐怕实现不了 那么怎么样让香港脱离中共的控制呢 似乎都做不了 那么西方国家施加一定的压力 好像也没有办法 从主权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其他方面能够影响到这样的一个 中共的这种暴虐的行为 这种暴虐的行为 我觉得是战略意图上 还是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力上来讲的话 就是把香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内陆的城市 那么香港原来那个地位就不复存在 所以呢行政 特别行政区这个也就是一个摆设 他这个这些官员以后都成为傀儡 没有这个独立的决策权利 当然一般的行政事务 一般的运行 当然允许你做 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 他都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指导 所以这个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有人说他仅仅是负责国家安全事务 但是实际上你想想 他这个事情是具有最 怎么说呢 就是说最彻底的上方保健 但是其他方面 你能不听吗 如果他从国家安全这个角度来讲 说涉及到国家安全 你行政长官 你没有权利干预 你这个政务司司长 没有权利干预 甚至财政司司长 你也没有权利说 所以呢大家都闭嘴了 就是由中央政府来这个指导 或者讲中央政府下一个指令 下面就去执行 所以呢 这个我们确实感到中共呢 特别是习近平这届领导人 有人说这一切不对 就是习近平他要当终身领导人 他是不会下台的 那么就要看后面 到底中共的这个政局会怎么样演变 现在中共的内斗似乎也没有结束 但是也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激烈 现在一直有传言说这个陈敏儿 是习近平属意的接班人 说不定会由陈敏儿来升任政治局常委 然后进一步明确他的接班人地位 但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个权威性的官方消息 都是一些猜测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些形势还是相当的复杂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 好谢谢各位